忠心的祝福我姐 但是我有跟她講說 好啊 好啊 你現在新聞一出來 我前面的新聞也沒啦 唱片的那個新聞也沒人要報啦 都報你好了 對喔 你出唱片了好 對啊 要唱一段來 預備 行不行 我歌詞不太記得 你知道 半路下去的陳咬金 其他行人全部都被蓋掉 姐怎麼這樣 對啊 哈哈哈哈 人家還沒有問 你 怎麼想問啊 S屆的禮拜就去聚業做官 你不可以跟她批凡嗎 不行 因為她還要有 七天的那個 自主隔離 所以還不能跟她那個 接觸 我個人是非常想要跟她見面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 真的非常的帥 我很想要知道她現在那個 狀態變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姐說 欸你可不可以跟你老公講說 在隔離的時候 盡量吃少一點 然後盡量做那些 那個伏地挺身 然後就是出來的時候 讓我們這些姐妹 就是可以 大摸特摸 然後還有 不要讓我們失望 你姐夫你摸什麼 就是因為姐夫才可以摸啊 姐夫就一定是親人的 是是是 我姐就說 可是沒辦法 因為 她那個住進隔離飯店之後 既然有很多她當年的死忠粉絲 就紛紛出現 然後就不斷的那個 送食物到她的飯店給她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叫她不要吃太多 因為我們所有的姐妹 都期待看到她的第一眼是 歐巴好帥 不是說 歐巴 所以 然後我姐說 你會不會也管太多了啊 就是我姐為這件事 跟我稍微發了一下脾氣 我覺得現在全 全所有的那個台灣人 還有不管哪裡人 都已經沉浸在這個 太浪漫的愛情當中了 所以因為過度浪漫 所以有些那個媒體可能會想說 不行不行 我還想要再寫一些更浪漫的故事 所以其實那個故事是 他們自己幻想出來的 就是我姐並沒有做便當 我有嚇到 我就說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因為 我是全程參與我姐的人生 所以我知道 他們當時愛得有多深 所以 我沒想到 他既然就是結束了之後 既然還會有 就是 他當時愛得那麼深的 那個人再回來 那個追求他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我姐的人生 真的好 好怎麼講 好 好奇幻哦 一個奇幻奇幻冒險之旅 根本就不像真實人生 嗯 你會不會覺得他太衝動 我個人當然是不會覺得他太衝動 因為 已經 嗯 和平離婚了 然後雙方都祝福對方 就是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或什麼的 比如說以他現在這個年紀 離了婚 真的 女性要再找到 第二個相愛的男人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耶 結果沒想到我姐就這麼幸運的遇到了 我覺得這 當然是要好好把握啊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耶 只是他就是 就是 他就是慢慢變瘦 慢慢回春 我想就是 可能是因為 啊算了 不要多講什麼太多好了 就是他自動回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後來就跟我講說 哎 就是有這段故事 然後那個媒體就把回春跟那個戀愛把它連接在一起 可是 好像也不是這樣 他現在真的是每天心情都很愉快 那現在姐夫 你跟他見面 你要跟他第一句話會說 就是 這件事情我已經把我姐惹毛了 因為那個 姐夫在那個 隔離的時候 然後 還是會視訊嘛 然後 因為他都叫我婷婷 然後我就說 哦 爸 我就一直問他說 你 就是 要 那個 問他說 你認不認識崔宇直 然後他就一直聽不懂 然後 我就說 李宗碩 然後 什麼什麼 張賀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都聽不懂 然後後來我就有弄那個照片給他看 我說 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他就說 哦 他們都太年輕了 我不認識 我說 蛤 我說那不然 劉再喜呢 他說 劉再喜 他也不太認識我 然後我就 我姐說 你幹嘛這樣逼他 然後我姐說 他好像也認識那個 Running Man裡面的哈哈 我說 可是我喜歡的是李光珠耶 然後我姐說 你有完沒完啊 你把我老公當什麼 我說沒有啊 不是就是 因為我也是哈韓的人啊 就是他如果出來 然後 將來我們一起到韓國玩的時候 就是可以安排幾個明星 我們一起大家做朋友嘛 然後 我還跟我姐說 他如果年輕的不認識 我說 李正載我也OK啊 他說 請你不要再騷擾我老公 不是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